新冠疫情回升 各种的流行疾病持续发挥 医师黄宣就示警了 民众在搭乘一个电伏梯时 得要多加留意 因为电伏梯常见的三种病菌 包含了像是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还有链球菌 都有可能引发呼吸道感染 或是呕吐腹泻 另外医生也提醒 捷运的电伏梯比起医院 是更容易感染病菌 都要特别当心了 民众排排站搭乘电伏梯 省时又省力 但若像这样习惯摸着扶手 要当心了 疫情逐渐回升 医师黄宣警告 电伏梯容易被污染 常见污染源 包括人们鞋底的灰尘和碎屑 食物残渣 饮料等液体污染 以及药物和化妆品 而电伏梯上有常见三大病菌 像是可能引发腹泻 败邪症的大肠杆菌 或是恐出现呕吐发烧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炼球菌也恐引发慢性支气管炎 我们身体像是皮表 那这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它炼球菌比较常存在的地方 大肠感觉就顾名思 应该是在肠道出现 这进到血运里面 就会引起败血症的一个风险 电伏梯遭污染 除了接触传播 病患也会借油 呼吸道飞沫 咳嗽 打喷嚏等等 让电伏梯沾附病毒或细菌 医师列出三大高风险场所 包含医院 百货公司 和大众运输的电伏梯 而其中风险最高的 竟然不是医院 搭乘电伏梯该如何自保 医师建议避免手直接碰触 电伏梯表面 用衣袖或纸巾间接碰触 要随时用肥皂洗手 才能有效消灭细菌 另外摸完手伏梯 避免触摸脸部 降低感染风险 随着各种流行疾病 持续发威 人来人往 都摸摸 吸摸摸 电伏梯成了病菌 隐藏死角 不得不多加留意 谢谢大家 小鱼干日地台北采访报道 民进党最近爆出了 多起性骚扰事件 引发了外界关注 也启动了三项革新 党主席赖清德 今天再度的亲上火线 向受害者 还有台湾社会致歉 面对职场霸凌 还有性贫事件 赖清德呼吁受害者 绝对不必以大局为重 他也强调 民进党严肃面对每个案子 不应考量选举因素 而有所改变 我要再度跟受害者 以及台湾社会致歉 脸色很凝重 民进党信骚事件 连环报 党主席赖清德 三天两度 亲上火线道歉 面对职场霸凌 以及姓平事件 绝对不必要大局为重 严肃地面对每个案件 不会因为考量到选举的因素 而有任何改变 一连串事件 重创党的形象 赖清德启动革新措施 建立直接申诉窗口 透过专责信箱 接受申诉案件 并且启动调查 追究加害者的责任 查证属时 一律开除 永不录用 必要时移送法办 并修改党内内规 强化性贫机制 增加性贫教育 多起案件发生在 总统蔡英文当党主席任内 二号晚间在脸书发文 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要向受害的朋友 跟社会大众 表达最深的歉意 同时呼吁 不要做过多的政治操作 对受害者造成二度伤害 就怕事件继续延烧 冲击民进党2024选情 尤其正值监混选区 立委征兆阶段 人选也被放大检视 李正浩还有林非凡 被点名应该停止合作或退选 林非凡的案件已经立案调查 当调查结果公布之后 我们会再做决定 如果是私人事情 更应该要积极地 跟社会大众说明 如果还不足 那就用更大的诚意 更多的证据来说明 来争取社会的认知 新骚风暴 党内掀起震荡 高举性贫大旗 似乎只是口号 记者社会说一声 基隆报道 民进党性骚风波 一波未凭一波又起 被指控的相关人士 包括了前青年部主任蔡慕林 还有幕僚陈又豪 及导演飞哥夫妻俩 都透过了律师发出的声明 强调不排除透过司法 捍卫民欲 也再度地引发热议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直言说 不支持这样子的做法 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灿也说 错了就是错了 没有硬拗的空间 民进党性骚事件 连环报 三天累计超过五件 遭波及人数 从被害者 遭指控者 到党务主管 一一被检视 但被指控的当事人 不忍了 纷纷发声明反击 时任青年部幕僚 陈又豪遭指控性骚监视行动 还直接公布 两人平常的对话截图 他说和对方认识以来 速度相约 喝酒看电影 有几次还是女方主动邀约 后来主管蔡慕林 直派他们互相监督 同时一场 关系就变了调 他主张女方的指控 都不属时 已经委托律师处理 同一起事件中 被指控施压 吃案的时任青年部主任 蔡慕林也发声明 认为女方接受男方 通勤接送 买走餐 导致她认为 是办公室恋情萌芽 也是她作为 新手主管的盲区 更强调将以司法捍卫清白 当主席赖清德 明确表态 不只是蔡慕林 直接喊告的做法 巧的是 也被爆出性骚的导演 辉哥和他的妻子 各自发出声明 也都提到 不排除走法律途径 我想这个事件 错误就是错误 没有什么硬傲的空间 绿营性骚争议连环报 被指控的当事人 都搬出司法要捍卫民喻 只是党内大佬不挺 民众看了也会觉得 这些声明恐怕是在 提油就托 记者 林静静 杨永达特别报告 苗栗三亿龙腾村山区 最近有民众 在晚上观赏星空的时候 发现了奇特的景象 在西北方突然间 出现了一整排的光点 而且算一算 这个光点数量呢 大约有十多个 只出现了 大约三分钟左右 就陆续消失 本来有人怀疑说 是出现了飞碟 但是摄影玩家表示 这个应该是 绕着地球的 低轨道卫星 一整排了那个 劣似星星的光点 天空上好几个亮点 而且很一致的 全部排成一排 民众疑惑这些光点 如果是飞碟 不太可能排得 这么整齐 就在猜会不会是 无人机呢 他说整串嘛 一直一直走走走走 一直飞飞飞到这个点以后 他的第一个是灭了 第二个也是在这个点 就没有就看不到了 住在苗栗三亿 龙藤村的民众表示 上个月30号晚上8点多 大家聚集在老家 欣赏夜色 突然发现 西北方的天空上 出现一排整齐光点 数量多达18个 大约经过三分钟后 所有光点 集中到最高的定点 或消失 当时募集的 总共有20多人 让大家择着称奇 摄影玩家也从民众 拍到的照片研判 与俄罗斯太空人 曾经发布的照片 十分雷同 这些光可能就是 绕着地球跑的 低轨道卫星 二楼是太空站 后来有证实 这个就是 伊隆马斯克的低轨卫星 它会悬停在那边 这些低轨卫星 在距离地面 约549公里 组成一条星链 主要目的是从太空 向地球上的偏远地区 提供高速联网服务 因此只要天空云层少 用肉眼就能看到 这些卫星 发出的光芒 借张心结 牛力苍道